今年96岁的田长洲祖籍武汉黄皮,他是美国乔林著名科学家田长林的兄长,离乡多年仍乡音不改,心系桑子。 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,田长洲表示,此次回乡是来逐梦的,希望以田长林这张名片搭建起海内外民间交流平台。 今年10月底,田长洲回到武汉,度过了繁忙而充实的30多天。 参加田长林论坛,回到黄皮祭祖,走进高校与青年学子交谈,考察重点实验室和科技企业,但最重要的是推进海内外民间交流平台建设。 田长林大家知道,在国际间的知名度,我希望在武汉建立田长林中心, 来推动世界之间的民间交流。 这个不仅是科技,要在原文方面,教育方面,或者文艺方面。 田长洲1954年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前往美国,成为波音公司飞机颤证和震动设计首席设计师。 从1962年起,他相继在美国发起成立了华美航太工程师学会,中国工程师协会等团体,团结海外华侨华人。 同样赴美求学的田长林亦不甘落后,成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,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。 长期以来,搭建海内外民间交流平台是兄弟二人的梦想,他们一有机会便回乡为科技、教育、文化事业发展献计。 田长林因病失事后,田长洲仍继续奔走,推动一批批海外人才回国创业。 以后在欧洲、中东、中亚的发展,我不是讲近期的,我讲十年、二十年的样子,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地方。 所以我认为这个武汉有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在未来的这个前途是非常光明的。 2010年落户武汉的田长林论坛,如今已是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的重头戏,高科技人才的交流平台。 大陆是国家在向世界的发展,我们武汉人在内陆也要向世界发展。 所以田长林,我们在这里来的话,想制造一个平台来做这一类的事情。 田长桌认为,加强海内外民间文化交流是增加民间信任的重要途径,彼此互相认识、信任才能实现互补双赢。 目前在武汉黄皮和光谷正在建设中的田长林中心,则将作为长期稳定的交流平台, 为海内外人才搭建航空、科技、气候、教育、旅游、文艺等方面合作的桥梁。 后续计划通过该平台引进国际高端人才,与国外名校建立国际合作关系。 以后做很多的交流,教育交流、科技交流、气候的交流,这个也是很重要,就是民间都可以做的事情。 田长桌的另一个梦想,就是将优秀中华文化传承下去。 他说,田氏兄弟的成功离不开良好家风和优秀中华文化的熏陶。 相比老一辈,年轻的海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或许略感生疏, 但他们都有了解家乡的强烈愿望,今后希望多办一些寻耕活动, 让年轻一代从自己家的历史开始了解中国的历史。 我们这一代要做成上旗下的,有这个责任,我们有一个责任感, 要把中国好的东西传承下去,不管那个社会,经济,国防的改变, 但是中国的优良的文化,我们要保证。